中共已制定四项对策,疯狂报复美国脱钩 郭文贵先生在2月26日的大直播中爆料 中共内部已经制定四项政策 以应对美国脱钩和麦卡锡议长访台 第一,如果美国查封中共官员及其家人在美资产 中共将把美国在中共国将近7万亿美元的投资没收 包括一万多亿美元的国债,再加上各国银行的业务 第二,中共准备和美国开战 开战以后,先打击美国海外领土 包括在亚洲的所有航空母舰、潜水艇、军事基地 甚至攻击摧毁美东贸易部分 第三,中共利用在美潜伏的力量 利用行政命令把金融市场摧垮 第四,在最关键的时刻 中共通过在太空中释放间谍气球 在水上释放无人汽艇、水下无人潜艇 并携带化学武器、生物武器或者自杀式的毁灭性武器 对美国本土实施不对称了精准打击 针对台湾,中共会使用武力从外部封锁 在使用气球、无人潜水艇和长距离密集的导弹与攻击 台湾内部、外台贼、比应外合跪地求饶 请解放军来解放台湾 这些对美国和台湾开战的疯狂举动 全部在中共的考虑范围内 中共的末日一到会很疯狂